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围在这个 坐在这个火炉边上啊 烤个火 今天外边非常冷 我最喜欢冬天的一个一个理由啊 就是冬天外边很冷的事呢 我这屋子里有烧这个木头的炉子 点着了之后 可以这个一直烧着开水啊 煮点茶呀 有些茶的需要一直在这个开水上煮的 另外 炖点肉啊 你打个鹿啊 打个熊啊 打个野猪啊什么的 那个肉一般的咱们这种烹调办法弄不好 不好吃 我一般是在这儿 在这个炉子上 就睡觉之前炖它一锅 炖它一个八小时 十小时的 有的时候炖的时间更长了 那肉就是用筷子一条 骨头跟肉全分离了 所以冬天是进步的好时间 这个好时间啊 这个但是传统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在这个厨房啊 那个设备啊 实际上是很难弄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这是非常好啊 冬天是特别享受啊 你你其实你也可以买点那种 那个那个骨头啊 普通的骨头也很便宜嘛 然后这骨头呢 要长时间的炖 把骨骨髓里面的那东西全给熬到汤里来 那就是非常好 啊 今天呢 这个 准备讲那么两到三个话题啊 争取控制在半小时时间 一个是讲一讲打完了官司之后在美国 怎么收这个钱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可能还讲一讲这个鲍童 高瑜 啊 这样的老前辈 为什么他们迷信过腰啊 啊 啊 这个是一个很 很多人在议论 很多人在议论 啊 年轻人呢 因为不了解他们这些人在 呃 中国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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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整个的这个 跟共产党这个 在意识形态领域吧 战斗的这个历程啊 有有很多人写了一些文章讽刺他们 有的讽刺的非常尖锐 那一针见血 我 我就不知道老先生能不能承受得住啊 啊 啊 你比如讲这个鲍童先生说 呃 郭文贵是他的老师 而且连续重复三次 就是他的老师啊 那么有人就把这个 郭文贵啊 替代了一下啊 替代成苍敬空 写得非常好啊 还有人呢 就把这个 郭文贵替代成这个 毛泽东啊 所以就发现 你就发现 鲍童老先生这个思路是混乱的 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啊 它是一种滑稽效果 呃 这个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文件哈 我刚找到了 我今天整理出来 哎 大家看一看 英文好的啊 英文好的能看到啊 这个是给我的一封信 注意啊 上面提到了四千零六十块 零一分钱啊 就是这个是我赢的一个官司啊 我赢的一个官司 呃 这个 呃 判决我赢啊 四千多块钱啊 好像这个被告没有 好像还没给我 我忘了收这个钱了 忘了忘了去讨这个债了 现在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公司 在马里兰的话有这样的公司 有这样的公司 注意看啊 呃 这样公司它主动给我写信 那意思就是说 他去替我把这钱给要回来 他肯定是要提个成了啊 我其实倒不需要他啊 呃 呃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美国啊 这个司法系统 它这个法院系统也是个食物链 你刚进 刚入行的这些小律师啊 什么的 你没有那么多 结果都那么多好案子啊 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做那种最简单的 做移民啊 做这个这个财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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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户啊 啊 这都是就是个文 就是个文明的活啊 啊 也有一些帮这个客户去讨债的啊 讨这个这个什么的 那么实际上真正想讲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 我昨天讲这个 谈钱不上感情啊 就想向这个 嗯 社会啊 征集这个 风险投资 就是对我告立 郭文贵这个案子呢 呃 希望有人 呃 投个资啊 就等于想慢慢不用我自己掏钱 嗯 用投资的钱去付这个律师费 就帮一些年轻的啊 这个 就是刚刚刚陆航的律师吧 去打 因为打这个侵权案子 呃 证据 尤其光贵污蔑我 试谤我这个案子呢 嗯 证据非常确凿 嗯 非常好打 我其实这个翻译工作我自己也能做啊 我也可以有点钱的话 我也可以雇几个 呃 这个嗯 双语很好的啊 自己做 可以可以省很多经费 嗯 他的真正的需要一个专业律师呢 就是嗯 非常熟悉法律 嗯 比如说纽约州的法律 因为一开始啊 前面这几楼啊 都是双方的律师在这个 呃 就不是讲这个案子本身 是走程序啊 他在一些程序上打败你 就说这个的话 你不是律师 你就不行了 这个我玩不转啊 这个我碰到这个我过去 我得请一个律师 呃 郭腰呢 郭腰呢 过去啊 我为什么展示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注意提到啊 这里面提到一个人 呃 提到一个叫 这个老兄啊 叫 Tommy Morland 这小子 这小子欠我的钱 我告了他 呃 郭腰展示的 有一天他向他的粉丝展示说 李永光的犯 刑事啊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小子 报的警啊 报的警 他等于是无告 他实际上是欠我的钱 他他妈耍赖 耍赖了 他先报的警 说我他妈扣他的财产 是这样的事啊 这个郭腰呢 这个他呢 因为 注意啊 郭腰 他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为了告诉你真相 他是根据一点这么一点真事 他把它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对我不利啊 对王岐山也不利 或者是对孟建柱也不利 谁是他的敌人 他就用那么一丁丁点的那个鸡毛毛的那个所谓的证据 八字沾一瓶的那么一个证据 然后他编出一个大故事了啊 这就是郭腰的工作特点啊 这是 所以他是个害人的东西 那他说我刑事案啊 那个刑事案啊 那个刑事案大家都知道那个结果 最后是non prosecution 就那个事儿等于警方放弃了 因为没有证人 没有证人证明 他指控我偷偷五百块钱的东西 扯击不担的事儿嘛 事实上 他欠我四千多块钱的东西 就是法庭审判的结果 后来我告他 我赢了 我告他说 他也不敢出车 他也不敢露面啊 所以这个 我告他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露面 那我自动赢嘛 所以这个法庭里啊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在美国 你那个有 你要想学法庭这些 这各种各种的斗争的这些 嗯 敲门什么 你就到法院去蹲着就是了 法院都是敞开的 啊 open to the public 你在那听吧 那故事多得很 每一个故事都是非常曲折的 绝对不是郭文贵三言两语给你 给你讲那个东西 所以说你信郭文贵呢 你的智商就打折了 我们非常遗憾的是 有很多人他真信郭文贵啊 尤其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啊 他真信郭文贵之后呢 他在微信群里 啊 认真地传播郭文贵那些谣言性的东西 这个我已经多次说了啊 尤其是涉及到李永宽的谣言 你千万别转 因为我 我已经 我已经诅咒了他 任何人啊 传播郭文贵啊 对于李永宽的造谣 我不仅要诅咒啊 郭文贵全家人得哀症死 而且传播谣言的人啊 尤其是有些东西是明显就是谣言 啊 你千万别转 转了之后对你不利啊 这个是造孽 造孽 你要传播点真正说啊 宪政民主有利于啊 这个这个这个推动宪政民主啊 啊 普世价值啊 这个是积德的事 你千万别作孽 转了一些对李永宽不利的谣言 刚才我讲的啊 郭文贵前两天曾经攻击过我 用我的什么什么刑事案啊 来那个 就是所谓晒一晒我的这个这个这个法庭记录啊 他现在怎么着 他现在不做了 他不做我也不会放过他 郭文贵 我诅咒你全家得哀症死 你听见了吗 因为你讲的那些什么性病啊 什么十九个情侦犯啊 全是造谣 全是造谣 任何人传播郭文贵的这个谣言 你同样受诅咒啊 同样啊 这个绝对没有好下场 知道吧啊 所以说一个人呢 你可以缺德啊 你可以违法 你可以走后门这个不遵从法律 但是你心里边啊 你不能做那个明显是错的事 这就是作孽 这就是就是这个你只能说 你得信点东西啊 你这个人在做天在看嘛 所以郭文贵呢 他是超越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说他是妖啊 郭妖啊 他是个妖魔 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坏的 他一定要传播 他明明知道李宏欢跟女人啊 没有那个这个阴道填充物这个事啊 他偏要说李宏欢干这个事 而且这个口出狂言说李宏欢跟李宏欢的这些女人 都得了子宫癌 所以郭文贵呢 我想到这儿是 我得再诅咒你全家 啊 春节期间一定会得癌症死 因为你作孽太深重啊 你作孽太深重 郭文贵 你一定会遭报应啊 我我倒是希望啊 国内啊 受他的这个啊 郭文贵的这个谣言啊 这个我相信郭文贵所谓的爆料 他的性质 你拿李宏欢的遭遇就就能就能琢磨出来了 就是他有八字没一品的东西 他讲一个这个人家这么多私生子 偷了那么多钱 全是胡说八道 应该说全是胡说八道 郭文贵到现在倒还说啊 只说我偷了五百块钱 没敢说我偷五百个亿啊 郭文贵你他妈你给我造大点行不行啊 五百块钱那叫 咱以这样的江洋大道的眼里 那叫钱吗 五百块钱 而且那个五百块钱也是无告 那个Tommy Mullen的那个小子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个他也不敢出庭嘛 所以不敢露面 所以那个案子就等于消掉了 最后non prosecution 等于没法证明那个他指控出五百块钱 但是有些郭腰粉啊 都是些傻逼啊 在我的这个YouTube下边啊 胡乱留言 老他妈讲这个我都烦了 所以我的YouTube呢 从昨天开始全部关掉了 这个我也想把它关掉 或者是我开一两个小时看一看 如果纯粹是些乌龟王八蛋 在这留这个乌言慧语的话呢 这个言论自由就毫无意义 你是在制造假东西啊 所以这些郭腰粉绝对是 中国文明进程当中一股邪恶的 倒退的反动的力量 非常可惜啊 非常可惜 我再提醒大家啊 还是有些朋友啊 劝我啊 你不要骂脏话 我哪骂脏话呀 我只是说 我作为一个男人啊 我活了五十多岁了 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 我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我必须得捍卫我的尊严 任何人都要捍卫自己的尊严 我是自卫 我是自卫啊 知道吗 另外我屁股很干净 我不怕郭文贵塞我的这个法庭记录啊 谁没有法庭记录啊 对不对啊 那个故事长得很 郭文贵这个狗日子他一分钟 或者几分钟能说一个案子 他能说是什么呀 他12月23号信誓旦旦说 已经起诉李洪宽 哪呢 你起诉什么了 郭文贵你起诉李洪宽了吗 你要没起诉 你骗你的郭粉说 你装牛逼 你说你起诉李洪宽 我这个也得也得问候一下你的家人吧 所以郭文贵啊 郭文贵你啊 碰上了李洪宽 你得认倒霉 你只能说你18代祖宗都作孽 这个孽过去一直没有消掉 到这儿来 到你这儿报应了 必须得你 你必须得向我的这个陪你道歉 你不不能造过的谣 我得告你 这个这个绝对不会放过你啊 今天啊 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我其实不认识他 打电话来 他昨天大概是 就想说 昨天就想给我打 我没接着 今天打电话 哎呀 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非得说呀 他说这个 他看了我有一期的这个视频 大概是世界人权日 应该是12月10号那一期 讲这个世界人权日 他说他感动的 非常非常受感动 他第一次听说这个事 他说咱们中国人对于世界人权 宣言对于普世价值 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他从来不知道 那他 他指的是这个张鹏春 这个人叫张鹏春 Charles Chong 这个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博士毕业 后来呢 他当然在中国是大家族了 他在天 他的老家是在天津 他哥应该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 当了好多年校长 这个张鹏春后来可能是 应该是善终在台湾 他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 如果是他留在大陆的话 那一定被共产党给弄死啊 就是这个人呢 正好是二战结束之后 作为咱们中华民国的代表啊 咱们的真正的祖国 中华民国的代表 战胜国嘛 参与联合国的建立的时候呢 他参与了 起草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当然他在那个工作当中啊 在整个人类 这个朴实价值的确立当中呢 他只是一个配角 他不是主角 那个主角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是罗斯福的夫人 叫Eleanor Roosevelt 整个联合国的这些 所谓人权这方面的这个精神 就是罗斯福的夫人 就等于是 因为他老公 虽然他们俩夫妻关系不好啊 但是人家精神上是 真正是精神伴侣 所以他老公 二战没有结束就去世了 小罗斯福啊 死了之后呢 但是他死之前 1941年的时候 提出来四大自由啊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精神上的 这个人权价值 其实就是从四大自由那展开的 当然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啊 所以他被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国家的人民所接受 这就是普世价值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在习近平上代之后 明确抵制 明确抵制普世价值 这个是严重倒退了 这个是向全人类的这个 主流价值在宣战 这个是非常可耻的 我们中国现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在价值选择上 在开倒车啊 这个是和全人类为敌 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 所以说我们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 我们的阻力是非常大 直接来自习近平啊 习近平就是个脑子啊 有问题 所以我我呃 我要是跟习近平讲普世价值的话 我讲一年他也听不听不懂 我相信七三书记啊 王岐山应该比他啊 这个理解力要好得多 我希望王岐山有机会的话 能够在推动普世价值跟中国接轨的过程中 做出更大贡献啊 这个不仅仅是你老王家啊 你你你你记得的事 你是给整个民族这个记得啊 你现在已经被郭文贵这个污名化 这么的严重的地步 你想洗清自己啊 王书记王岐山先生啊 在中国推广普世价值啊 推广宪政给中国的宪政民主一个机会 你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啊 你把这个门缝留一条缝让我们进去 我们去搞限制民主啊 你跟普世价值交朋友 你就可以洗清郭文贵泼在你身上这个污水 你你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伟人 郭文贵这个狗人他没这个素质啊 郭文贵就是个烂人 他只会污蔑人 他污蔑污蔑我士小啊 我就是个草剑啊 我现在要想告他的话 我资金上还有困难 你啊 处在那个位置上 你完全可以把郭文贵干掉他啊 就把他干掉啊 你除掉郭文贵 你是为民除害啊 王书记我希望你听懂这个话啊 没有没有什么下不了手的啊 呃 因为郭文贵不懂普世价值啊 郭文贵污蔑李洪宽 先说李洪宽是个强奸犯啊 然后用十万美元的这个重金 去买黑料 买我的那些前任女朋友来料 鼓动他们来告我 这在美国是严重违法的 而且严重违反啊 这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你不能先给我定罪 你明我明明是一个好人 我明明屁股干净的狠 啊 你先给我定一个帽子 说我是强奸犯 然后 然后用你们这些郭腰粉 在传播这个谣言 然后你再去花钱 买我的这个其他的朋友 去让他们道德上啊 这个坍塌 再来告我 你想想你 郭文贵你这十万块钱花出去 你是在作孽啊 你是在人间制造仇恨 你在创造丑恶 郭文贵你你明快这个道理吗 啊 这个是严重违反 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所以郭文贵就是个 倒行逆施的一个 呃 一个妖精啊 我希望王书记你出重拳 把他干掉啊 我求你了 王书记我现在打郭文贵呢 有点吃力啊 因为我还有别的事 我他们不能天天跟郭文贵这耗着 而且耗着我心情也不好啊 对不对啊 所以我希望国家处理 把郭文贵赶快干掉 问民出汗 民主问题 民主问题 我们再谈啊 我们先把郭文贵干掉啊 我现在是呼吁十八路诸侯啊 所有的跟郭文贵有仇的 你来联系我 我这有招啊 我有招 我需要钱 把郭文贵干掉 就这么简单啊 干掉郭文贵之后 国家怎么建设啊 国家是怎么样走 搞宪政民主 怎么样搞普世价值 还可以再谈啊 啊 三千跟县运书记 啊 时时准备着啊 中共垮台之后 啊 做接盘侠啊 国家 尽最大努力 我们不要让这个国家进入动乱 让物质财富 留给后人 不要把它烧掉啊 不要把它毁掉 不要去杀人放火 啊 我们的政治制度可以谈 主要人类绝大多数好的制度 都是谈出来的 啊 打仗 最后打仗 血流成河呢 实在是因为这些人啊 由于能力不足 智力不足 啊 所以没有办法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嘛 啊 就是因为政治谈判 失败了之后 啊 才进入战争 中国民族一现在的走向 啊 大家都不负责任 有钱的人无得 啊 底层的老百姓 说难听点 愚民太多 由于共产党六十多年的这个愚民统治 一直到现在还封锁这个防火墙 现在国内的这些所谓的郭粉 都是疯子 为什么呢 他只听到郭文贵的谣言 他听不到我李永宽讲的那谣言 呃 政府也抓了很多人啊 你比如像这个 我听说这个有一个叫张广宏的 建了二十多个微信群 啊 为这个郭文贵传播他那些东西 现在被抓起来了 其实这个人也挺惨的 没有什么钱 他就是一腔热血 他就是觉得呃 这个要让国家进步啊 他追求正义 呃 结果现在呢 很惨啊 还关着呢 我希望国家呢 放过他 他就是脑袋可能糊涂 他只转郭文贵那些谣言 他不讲 不转李永宽讲的这些真相 所以他现在是执迷不误 如果你在在看众所里让他听一听李永宽的这个 你让他听武器视频 我我讲的视频 他应该能翻人蒙醒 啊 我觉得国家 呃 公安部门啊 你给他一个机会 不要虐待他们 他们 是善心 只不过是被郭腰给迷糊了 迷糊的原因 呃 也是和国家的这个封锁大呃 这个网络有关系 你要不封锁的话 我李永宽东西也能传开啊 呃 我要放开了讲 我讲的比郭文贵好多了 哎 女儿我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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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就是普世价值 不是讲到小罗斯福吗 小罗斯福的太太 推动了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宣言 所以咱们中国的那个张鹏春啊 是在那个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里的 啊 他是代表咱们中国人啊 提了很多意见 像孔子的一些 呃 这个这个这个想法都已经揉进去了 所以说那个世界人权宣言 他是一个普世价值 他的英 这个普世这个词呢 是在原文里边 那个文件啊 第一个字 英文字就叫Universal 就是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就是所有的人都得认同的东西 所有的人都得认同这个宣言 啊 所有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的话 都得在上面签字 啊 认同 才可以 你如果你们国家的这个宣法里边 有些东西跟那个违背的话 你宣法改了啊 照着他来才能行 就是他这很权威的 全人类认可的东西 啊 现在世界上的大国 就是一个中国跟他硬顶 啊 顶着 就是习近平倒行逆施 啊 习近平呢 身边的这些智囊也好啊 这个秘书也好啊 大概也不敢跟他讲真相啊 也不敢跟他说个真话 就有点像郭文贵身边的这些所谓的这些 铁杆铁杆的这个智囊一样 他只顺着郭文贵 那个他他爱听的说 哎 你要是逆着说的话 啊 讲点真相 郭文贵一转是啪 打成伪类了 就像我领官 他娘的 我 他这个一开始表扬我领官是真正名人士 不到十天 啊 这王八蛋就给我打成伪类了 伪类在郭文贵那 他是个不能定义的词 没什么意思 就给我骂郭文贵 我说操官贵的娘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一个乌鲁人的话 这是袁红斌教授发明的 丢死人了 袁红斌教授 这个回来说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这个老太太叫Eleanor Rothfield 她后来活的年岁比较大 有好多种传记 都讲得非常详细 这个Charles John 在当中起的很重要的作用 我是大概二十年前 一到美国 那个时候我关注人权啊 关注这些事呢 我读到的印象特别深 所以我在过去办大参考期间呢 反复宣传这个东西 现在慢慢的呢 很多人知道 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接了这个朋友的话呢 他就非常感慨 他说他说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那个 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都哭了 掉泪了 我也受感动了 这个罗斯福啊 按说咱们中国人都知道 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 法拉盛啊 就是有一个最拙的大道 就叫罗斯福大道 那有个地铁站的名字 就叫罗斯福大道 七号地铁站 终点站 但是很少有人 中国人谈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这个视频呢 我慢慢的有可能改成 就是移动的了 2017年是郭瑶年 郭瑶直播年 就是像现在这样的 他这个镜头是固定住的 我想2018年呢 我呼吁大家呢 改成把镜头动起来 因为现在这个 移动互联网的这个优势 恰恰是动的 因为设备很轻很简单 绑在腰上走来走去啊 就是挂在肩上走来走去 就可以拍嘛 走在哪儿 走在哪儿 我可能会增加 这种移动镜头的这种视频 直播也好 录播也好啊 你比如我走到法拉盛 我可以给大家讲讲 这条大道叫罗斯福大道 法拉盛这个是 人人都知道 那条大道 那个地铁站就叫罗斯福大道 我推测 我还没做研究啊 我推测应该就是纪念那个 二战那个时候的那个 罗斯福总统 他没有看到二战的胜利 他的妻子看到了 他的妻子看到胜利 而且结果了他的这个 就是结果他的旗帜吧 就把他提出来的这个四大自由 把它扩展成 扩展成世界人权宣言 成为联合国的奠基石 联合国他的最主要的使命 就是要传播 普世价值 这个是 当然现在美国呢 川普上来之后 对联合国意见很大 因为联合国已经被中共这个流氓 流氓 给控制了 很多有意义的事啊 提案通过不了 美国人也很 也很头大 因为搞不过中国 因为中国拉落那些穷兄弟 那些非洲亚非拉 那些穷国 那些穷国只认钱 不认正义 那些屌国家 他妈对于人权也是 就是认同很低 这个是 咱们人类世界 你要说那去 这问题就大了 这个就大了 所以中共这个流氓 这个国家呢 在联合国里面起了 很坏的作用 你比如说像北朝鲜 这个这个问题 如果联合国早年起的 一个积极作用的话 北朝鲜不可能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对我们中国的华北人 东北人构成正大的 生命威胁 都是中共 在联合国里面作孽 美国人在里面 跟着斗争的 慢慢就觉得疲了 我他妈每年交这么多钱 正跟那些烂人 在那斗 斗到这去 所以美国还有一些人 就是要 要撤出联合国 说他妈废掉他 不管他了 就是二战之后 人类痛定思痛 建立起来 这一套联合国的制度 就面临着考验 那么联合国 如果美国撤出联合国的话 人类肯定会进入 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话题就太大了 因为中共在国际上 如果作大的话 你想想 中共他妈对咱们 中国人都这样 它对外国人更坏呀 它没有人类的这种关怀呀 那种 它没有这种东西 它就是要毁灭世界 说到这儿 我得给大家透一个料 法轮功团体 最近有重大动作 他们推出了一个 大概是又一本新书 就是在酒瓶共产党的基础上 重新认识共产党 对共产党这个现象 做了更深刻的解读 这个书已经出来了 我在推特上也公布了 大概是说 共产党实际上就是要毁灭世界 这可能是一个重大动向 因为过去法轮功 在对中国的报道上 他们一直是披将 护习 他认为习 有可能把老江干掉 这个稍微懂点 中国政治的人 都认为不太可能 而且五六年下来 没有实现 所以他们现在 可能面临着要转型 在宣传方向上要转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法轮功新出了一本书 讲共产主义的 讲共产主义的本质 那么中国共产党 就是要毁灭全人类 他就是要作孽 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讲了 法拉盛 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 最主要的一条大道 叫罗斯福大道 但是美国人都知道 中国人也知道这条大道 未必知道 罗斯福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尤其是二战之后的这些 关于人权 确立人权 普世价值的这方面的贡献 所以中国人 也得有人去给他们讲 所以我希望我以后 可能会专门到法拉盛 做一些节目 讲讲这个东西 而且罗斯福夫妇的 墓地在华盛顿 我也可能过几天 天好的时候 我到墓地给大家做一期 专门讲他们两口子的故事 很有意思 这就让我想起来 未来 共产党垮了之后 我们确立了宪政民主价值 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孙子辈 我们的儿子辈 他们还知道不知道 李文坤曾经干过的这样的事 李文坤经历了这么多困难 我 我估计不一定 你看郭文贵这个 郭腰一到美国 普及了一句话 28年干了啥 他他妈自己是傻逼 他自己不看书 不上网 不读大参考 他还问我 28年你干了啥 我要跟你解释 我不累死了吗 所以说这个人呢 跟了郭腰这样的人 跟了郭文贵的话 你就变成一个傻逼 你没有基本的理智 你没有 你没有一个正常的思维 你没有一个 感同身受 你不知道你们的 你们的这个 前辈 你们的前辈 都经历过什么样的困难 为了传播民主理念 为了传播普世价值 都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 挫折是有什么造成的 谁断了海外民运的良道 谁逼着我 搞不到钱 没有办法把大参考坚持下去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你可以搜一搜 你可以问问你们的长辈 不要跟我来说 28年干了啥 我干了啥 干了很多呀 只是说咱们没有缘分 跟你详细讲 这个28年干了啥 这句话问出来 就是一种非常愚昧 年轻人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 除了受了郭腰的误导之外 也和咱们做启蒙的这些人 长辈素质差有关系 那我讲的这儿呢 我可能要讲一下 这个鲍铜先生 我听说啊 在这个北京啊 或者在国内 鲍铜这个圈子就算右派吧 勉勉强强强算右派吧 不仅鲍铜啊 高瑜啊 还有什么 这个很多了 我不点名了 都对郭文贵现象 有强烈的支持态度 我呼吁你们 听一听我讲的东西 尤其是郭文贵 从11月下旬开始 攻击李宏宽 所用的这些 肮脏的下流的 非法的手段 包括重金买料 包括重金买黑材料 包括把这个理念之争 李三条跟这个 袁三条啊 郭七条这个理念之争 瞬间转变成 下三目攻击啊 人格的侮辱啊 就是郭文贵这个妖精啊 这个妖精啊 让中国的一些老人 像鲍铜这样的人 而且还拜他为师 这个只能说鲍铜先生的认知 有巨大障碍啊 这个可能是他 六四之后坐牢 被共产党呢 跟踪啊 所以跟基本上 可能是跟社会脱节有关系 他的信息绝对是不全面的 这个呢 也可能是 当然网上有很多其他的分析 说一个就是说 所谓苦勤久矣啊 就是苦共久矣啊 就是说对共产党太恨了 但是呢 又感觉到无力 就是能认识到共产党 邪恶的人越来越多 那共产党这个绝对是要推翻的一个制度 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干掉 但是怎么干掉共产党 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满美的答案 我提出三千个县委书记的计划 这个是从脚踏实地 从脚踏实地 从草根 从基层政权着手 这个呢 还没有完全宣传开 因为遭到了 你像光贵这样的王八蛋啊 他不给我正脸宣传 他第一次提到这个三千个县委书记 是讥笑我 说你哪什么钱 去过人家三千个县委书记啊 所以这些是王八蛋 他根本就不听我三千个县委书记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先给我污蔑 然后是讥讽我 咱们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都他妈的没有正常的这个心智 一个正常的心智 就是一个新概念 你听到一个说法 你不清楚的时候 你不能够随便发言 你不能随便发言 你把它搞清楚之后 你再发言 这是一个负责任态度 文明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咱中国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做不到 连这点都做不到 他只看一个皮毛 马上就发言 马上来一个judgment 给你下一个判定 你是诸葛亮呢 你诸葛亮你有这本事 你要是一般的一个读书人 一个教授 你不能这样 你真得花点时间 把他搞明白了 这个李三条到底是什么呀 三千个县委书记 是到底想怎么干啊 有没有可能了 你真得动动脑子 你不能像郭文贵那样 胡说八道 张口就来 这个不负责任是不行 咱们的这些做启蒙的 右派也好 毛左军那就更擦肩了 毛左那就是完全胡说八道 我说的进 主要是右派 暴同先生这样的 一定要你自己 多听听周围人的意见 尤其是听听不同的意见 否则的话 你因为你名气很大 影响很多年轻人 你是在误导他们 这个是坚决不能这样做 所以说这个 一个就是大家着急 对于共产党怎么推翻 没有什么招 看到一个郭文贵 就好像一个在沙漠上旅行的一个 海市蜃楼吧 这就是海市蜃楼 觉得一望无比的沙漠 口渴也累了 忽然看到前面一片海 兴奋 海市蜃楼 郭文贵是一个妖魔 他就像唐僧眼里的那个美女一样 他这个妖魔 这个他必须得让孙悟空把他打 金箍棒打他 才献土言行来 所以 千万不要上了郭文贵的大 这个绝对是一个坏人 这个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危害非常大 因为他那个物质上的享受啊 他都展示给年轻人 搞得我们年轻人都是傻逼了 年轻人 郭文贵直播 这个他们一片称赞 我领官直播这个吃点东西的话 他们都讥笑我 这还是正常人吗 啊 这不是弱智吗 将来我们在中国啊 建设限制民主的时候 你别指望一帮弱智能搞出个好制度来 绝对不可能啊 那就是红维兵在世啊 那就是义和团精神啊 这个借尸还魂 啊 现在啊 啊 这个义和团的这个黑暗邪恶势力 被郭文贵一招呼就出来了 这个实际上和中共 这三十年以来 对于文革的这个揭批 对于文革不让讨论 有关系 习近平在上面也是错误的 习近平上台了 我看到一个帖子说 这个习近平上台来 把文革的结论都改了 他改的比那个邓耀平 那个时候还柔和 觉得文革好像还是 就是没有那么坏啊 这个是 这个是习近平对于 中国文化的犯罪 他在毒害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啊 文革没有 没有批透 不让这个拍片啊 不让这个知识分子揭批 啊 这个是直接导致 我们的这个愚昧势力 很容易被一个野心家啊 被一个大忽悠啊 被一个郭文贵这样的大骗子 一招呼就出来 他形成一股邪恶的势力 这些邪恶势力 是会杀人放火的 他会点你家的大楼啊 他会把大姑娘在大街上强奸了 你信不信啊 所以这个邪恶的势力 一定要把他打下去 我所以说我昨天就呼吁 有钱人啊 你什么潘石屹啊 你各种各样的什么 你们这些老总啊 你要钱花不了的话 别急着给哈佛大学 耶乐大学送回去 他不差你那点钱 中国人需要理智 而这个理智的这个意识 需要去灌输 需要去宣传 需要给他们办讲座 需要请那些口才好的 笔头子好的 你要花钱让他们来做节目 写文章 让他们去做访谈 把这些理智的思想 尤其是文革的真相 义和团的真相 把这些邪恶势力 对于中国人的危害 把它讲出来 告诉我们的年轻人 因为教科书里 讲到义和团的时候 还是正面的吧 还把义和团说这是好事呢 其实是非常邪恶的 义和团 义和团对中国人的这个毒害 就是因为五四新文化那一代人 鲁迅呢 这个胡适那帮人 没有彻底否定 没批斗 义和团那个东西 那个毒啊 没排出来 后来共产党来了 共产党继承了一部分 到了老毛实际上 他是他的思想 老毛的这个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啊 形成的过程中是和五四那一代 极尽文化有关系 他就是彻底否定传统 中国传统里面的那些好东西 他他否定 他继承了一些后文学的东西 继承了一些这个 这个异科团那些东西 就是要造反 非理智的爆炸性的破坏性的力量 这是毛泽东的这个 他的精神里面 固有的东西 再加上他吸收了后来 吸收了共产主义 列宁的这种暴力革命的思想 才最终啊 让他啊 让他阴差阳错成功了 他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全国人民都跪下去了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 悲惨的历史 这段历史没有肃清 所以我们五四那一代 对于这个 清朝末年的这个 1900年这场义和团运动 没有批透 没有批透 共产党来了之后呢 又把什么太平天国义和团 当成正面事件了 当成这个历史上的正面事件 来歌颂 那就害人吧 反复害 像习近平老子啊 像他这个岁数的 你跟他讲义和团是坏事 他还不一定懂 他理解不了 因为他读的书 全把义和团说的是正面 天不天国也是正面的 这其实都是邪恶的 中国文化当中的邪灵 和后来的洪御兵那个邪灵 和现在郭文贵 所呼唤出来的这些 郭腰粉 这些非理智的郭腰粉 一脉相承 这就是祸害中国文化 祸害中国人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做大 一定要把他灭掉 一定要把他灭掉 你把我领患说这话 当成先知吧 我就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了 一定要把这个 义和团彻底否定 把红卫兵现象 批倒批受 把郭文贵这个郭腰粉 当中的那些邪恶的 非理智的 这个力量 一定要给他灭掉 灭掉 包括给他们灌输 普世价值的思想 郭腰的这个思想 有多反动啊 我今天 我这个YouTube 我会开两个小时啊 你看看那个郭腰 在这留言 都是留点什么东西 我会截屏 我会收集证据 因为我现在在收集证据 控告郭文贵 我控告郭文贵 需要一笔钱 这笔律师费 启动经费 我想把它做一个风险基金 向你们出售 我希望你们呢 跟我联系 这个钱呢 最后补充一下 这个钱能不能收回来呢 昨天我看着 夏阎良转了个帖子 发了个帖子 就说 哎呀 说郭腰啊 早就把财产转移了 转成什么托拉斯啊 什么信托基金啊 实际上是收不回来的 夏阎良啊 他这就是他的毛病 他没想明白 他也没有征求律师的意见 他就发出来了 不知道他从哪儿 得到这个消息 这个实际上就是 郭文贵在爆料的某一期当中 自己放出来的一个谣言 这个是假的 不是这样 我专门这两天 跟律师谈这个事 这个钱是能收回来的 为什么呢 假如说我打赢了 跟郭文贵这个官司 那么怎么收钱啊 有办法 你想象一下 比郭文贵有钱的富豪多的是 这些人在法庭输了官司 都得交 乖乖的交 什么叫法律高于一切啊 就是法律 法律一旦做了裁决 你郭文贵 你现在你每个月付这个保安费 听说是300万 他自己吹 每天损失什么300万 这些镜像都会被法庭没收 这个叫garnishment 就是说你维持你正常生活的这些 这个金钱的运作 你的镜像付出 法院就要介入了 你郭文贵 你吃法国大餐 你没钱了 你吃法国那个大餐 被法院给你截留了 你开的飞机 虽然说可能不在你的名下 但是法院是有办法 法院有办法 把这个你能控制的财产 是给你截留 给你拍卖的 所以说这个别信国妖 国妖的一大技巧 就是他时不时的会放出一些 很独特的这些小料 这些小料你听了之后 你当真的话你就傻了 这夏小梁就信了他了 说郭文贵 我的资产早就都换成信套基金了 那我说 你要真信了他 你就傻了 我呀 有一段时间还信郭文贵 我以为他是个大智慧的人 为什么呢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呀 我给这个十几个 这个think tank 智能团 卷钱 我是他们的赞助 赞助人 让他们研究各种问题 如果他真是这样的大佬的话 那你想智能团 有十几个不同的这个智能机构 研究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他作为大佬 捐款人 他想来来来 吃个饭 聊一聊 有什么成果 那他应该是见多识广 有智慧的人 可是你看郭文贵有智慧吗 他有智慧的话 他就不会 不会跟林文贵这么个玩法了 他不是玩死自己吗 郭文贵就是个大忽悠 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以为他真的是资助了 十来个不同的这个智能团 没的事 胡说八道 但是他那个东西呢 可能一般吃话群众没注意 像我这个层次的人 我就 我天天也琢磨这些事啊 我希望有人支持我啊 这个 我听进去了 我记住了 我带着那个 就相当于一个绿光镜啊 去看郭文贵的时候 我上当了 所以说郭腰啊 郭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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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催眠大师 他是一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他是个语言大师 他能够给不同层次的人 不同心理状态 不同知识水平 不同教育程度的人 讲不同的话 让他们上当受骗 所以说什么 哈佛毕业生啊 北大教授啊 像我这样的 所谓十个博士 那郭腰都曾经 都曾经把我给骗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一旦你调整的心态 你别把他当成神 你就把他当成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 没什么文化的人 英语也不懂 他就是一个 这个神呢 得答应你号 他在国内是神 是战神 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的一般的商人 都怕无三一专政 那个英权 这个马剑张月 是是郭文贵的后台 那个没有办不了的事啊 那而且是雷里风行 你那么取龙你什么 抓起来 这个 你任何一个大企业 找我捞人 抓起来吧 找郭文贵捞人能捞出来 要多少 要一个亿 人以前就这么赚来的 那当然是不得了啊 那是不得了 谁也不敢碰他 而且大家都知道 刘志华他干掉的 这个是一种光环 他这个光环啊 已经确立了之后 大家都认他 但是在美国啊 谁尿他呀 他他妈的小学英语水平都不具备 没人尿他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有某些方面有专长 编瞎话特专长 造个假文件啊 那有一套啊 你要说正儿八经的了解 美国社会的文明规则 朴实价值 宪政民主 他门都没有 他也没有兴趣 关键是 所以这就是郭文贵的本质 我希望这些国内的老同志们啊 在这个拜郭文贵为师方面呢 要慎重 最好能够做个澄清 因为有些年轻人啊 有二十岁的这种小伙子啊 特别 因为他跟着我们的东西 看我们东西多了 他智慧就见长 搏这个 搏这个 鲍铜的这个观点 搏的是 一个回合就把鲍铜给放倒了 我们都有点看不过去 毕竟老先生在我们心中 是很有地位的 和这个八九年这个事有关系 很多人和八九年 这里边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说 批这个鲍铜的事呢 是张不开口啊 我们说不出口啊 所以希望你们能体谅 但是看着老人家犯错误呢 心里难受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心情啊 希望真正爱护鲍铜的人啊 包括高于大姐身边的人 你们把我的视频转给他看一看 让他看看 让他感受一下 我眼中的郭文贵 我相信我看到的郭文贵 比你们要真实的多 更精进真相 好吧 今天时间已经有点超了 我是李恒宽 今天是1月14号 星期天 那再见